今天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主导文 那之前我们有略微的稍微讲到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会逐一的来简单的说明 那讲到这个题目呢 其实呢我是非常的 即使非常的恐惧战惊 但是我同时又是非常的感恩跟喜乐 这样子的心情 因为主导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东西 但也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来看主导文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用一个祷告的心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祷告 那我们先来看说 我先来讲一下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因为你如果看整本圣经里面 甚至你说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 最多被引用的祷告 最多人祷告的这个祷告词呢 就是这一段 我们叫它叫做主导文 主耶稣的祷告所以叫主导文 但是事实上它不是主耶稣自己用的祷告 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差异 它自己不用这个祷告 为什么呢 它是在交门徒来祷告 它是要交门徒说 你照这样子你按照这个方式去祷告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说啦 为什么它自己不用呢 因为耶稣自己没有罪不是吗 它里面说 那我们要免别人的债如同神 免了我们的债对不对 那耶稣没有债啊 所以它不需要有这个被赦免的这个祷告 所以重点是它在教门徒祷告 那我们也是如今的门徒 所以在教我们如何来祷告 所以让我们在教会中 我们可以学习祷告 用主导文当作我们自己的祷告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 我们当然就会也会用主导文祷告 这个是两千年传下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祷告词 我鼓励大家把它背下来 任何一本都可以 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来读 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 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那你可能心里会想 国度权柄荣耀跑哪去了 牧师 那国度权柄荣耀是 少数的草本里面有 所以呢 通一般我们现在的圣经学者认为说 应该是没有这句的 应该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 那因为比较多可靠性 比较高的草本是没有这句的 但是如果你要祷告那句 那当然也没有关系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本来就是神的 所以我们这样祷告 当然也是正确的 那有时候因为我们背这个太熟了 如果你是很多年的基督徒 你已经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了 那你用这个来祷告 然后你祷告祷告祷告 好像在念经一样 有时候就变成心不在焉 然后就念得这个无精打采 好像还可以翘木鱼 都继续念道背如流 但是我们应该来好好的静下来 想想看这个经文里面 这个祷告里面的这个内容 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 里面的这样的内容呢 又为什么要用这段话 来当作我们的祷告呢 为什么不是去祷告别的东西 啊 求主给我们圣灵的果子 什么什么 这也都很好啊 不是吗 我来检讨一下 我自己的祷告生活好了 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 遇到一些状况 比如说呢 或者说祷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比如说呢 有时候我祷告的时候 就觉得干巴巴的 就觉得没什么味道 讲了一堆 讲是讲了 不是祷告不出来 但是讲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然后好像讲了一堆废话 然后呢 好像只是不想要说 我跟神之间好像很尴尬 我来祷告 我好不容易花时间来祷告了 然后就哎呀 这个场面不能冷掉嘛 我跟神之间冷场 那多尴尬 所以就随便讲一点东西 应付场面 不要冷场 对不对 你会不会像我这样的经验 我有时候会啊 你会不会思想像我一样 万飘 东飘 西飘 如果要祷告超过五分钟 那还真的需要一点集中力 你知道吗 是不是有时候很难集中精神 你会不会觉得说 像那个 祷告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神很遥远 你远远地望着祂 或是说祂到底在哪里 祂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 多少亿光年之远 那里有个天堂 然后祂那里也听 但是祂跟我们有心电感应 所以祂听得到 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一位神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在这样子在想象 或者是更惨 不是远在天边 是什么 是你根本想不到神到底在哪里 你在想说 你是不是到底在跟空气说话 或者说相反好了 你知道神在某个地方 就像我 可能在宇宙的某个角落 还是在宇宙之外 但是 很惨的是 祂把你当空气 不是你在跟空气讲话 是神把你当空气 神没有在理你 神好像根本没在听 祂无视你的存在 祂老人家懒得听你祷告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祷告的时候 肉依没有 感谢主 我有时候会 这个还好了 很少了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 祷告觉得很无力感 使不上进来 你祷告了半天 你坚持祷告 我祷告15分钟 我祷告半个小时 心情还是没更好啊 还是很纳闷啊 你祷告那天 事情也是没解决啊 然后祷告完之后 还反而觉得更累 因为你很用力地祷告啦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浪费时间 就这样20分钟 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心情没更好 老实说 祷告真的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说 祷告也可以很简单 反正就跟神说话嘛 但是说难也可以很难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啦 祷告是很困难的 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 在基督徒这么多的 所谓的属灵的操练里面 你可以进食 你可以读经 你可以默想很多东西 对不对 你可以捐钱啊什么 这都是很多的属灵操练 大概可以说祷告是最困难的 我告诉你 像我在那边站在台上 讲一个小时 讲一篇一小时的道 远远的比祷告一个小时 容易的多的多的多 十倍或百倍的困难 祷告一个小时 跟讲道 讲道其实 一个小时不难 随便讲两三个故事 然后大家听得开开心心就好了 没那么难 但是祷告一个小时 你坚持得住吗 我的话我会怎样 我会睡着 我告诉你一个小时 我老实讲 所以我是需要靠一些操练来克服 不会睡着的 知识要作证等等 然后呢 讲道的时候 讲一个小时的道 我不会分心 因为我会在想我要讲什么 然后我要讲给你听 可是我祷告会分心 我祷告非常分心 各位可能听过 我讲道的时候 我不会去想说 我中午要吃什么 等一下十二点钟 我肚子饿了 我要吃什么 不会啊 我不会去想这东西 因为我现在去金会神 都在跟你说 可是我祷告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 很容易就分心了 就去讲 我还在那种点菜 我边祷告边点菜 今天简单一点 吃三明治就好 还是等一下来一个干面就好 还是来一个红烧牛肉面 那最好还是半斤半肉的 我要牛腩 你头都已经飘到那边去了 对不对 中午的菜单都开出来了 那这是我个人 一个人私下安静祷告的时候 会有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在一起 群体的祷告的时候 也不容易啊 怎么说呢 大家轮流祷告嘛 小组里面 团契里面 我们大家就说 那我们祷告吧 就这样轮 为左边的人祷告 还是什么的 就轮流祷告 或是popcorn 就是谁想到什么 就祷告什么 谁有感动就祷告什么 那你就想到 好 那我 那个leader就说 好 那现在我们大家 轮流祷告 然后你就想到 你就想到 等一下轮到我的时候 我可以祷告这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 还没轮到你的时候 你前面那个人 把你想好那件事情 祷告掉了 那你不就被他抢去了吗 你就被人家先下手为强啊 那你就心里想说 可恶 被人家先下手了 然后等到轮到我 下一个死我了 我要祷告什么 赶快想一个新的 快点快快快 神啊 结果就没办法 专心听别人祷告 因为你自己很努力 要想说 你等一下要祷告什么 对不对 就没办法去 跟大家一起 同心合一祷告了 所以 大家一起祷告 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论个人 论群体 祷告都是 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 老师承认 我受洗的前十五年来说 我很不会祷告 我花了十五年 在那个祷告的旷野里面 祷告不出什么东西来 非常不会祷告 然后我之前 三个礼拜前 跟大家讲过 哎呀 我那时候就跟教会弟兄姐妹 讲说 哎呀 我是个独经型的人 我不是 我不会祷告 我祷告很差 我不是个祷告型的基督徒 那我那天就告诉你嘛 世界上没有什么 不是祷告型的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你一定要会祷告 对不对 好不好其次啦 但是总是要祷告 对不对 好 所以祷告真的是不容易 那因为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 各种各样的原因 刚刚我列了那么多 祷告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于是 所以我们要来珍惜今天这个主导文 它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 耶稣是在给我们一个范本 让我们能够解决 我上述的这些事情 它给我们方向 也给我们具体的内容 两者兼具 但是我澄清一下 它不是一个公式 它有它的结构 但是不是说你就是完全造这个公式 它也更不是一个像咒语一样的东西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那边念咒 你好像你念的话 就会有什么神奇的法力就会出来 没这么神奇 你念一百次 你念一万次 你就会有更多的祝福 你就会累积什么功德 没这回事 有的人就觉得说 念主导文要念个一百次 然后管它不知道什么意思 照样念就对了 没有 并不是这样 不是你多念几次 祝福就会更多 但是 确确实实的是什么呢 主导文有它的功效 有它的效用 不是像咒语那种功效 它的效用是针对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会改变 会被塑造 这是主导文一个很奇妙的功效 因为祷祷文这个东西 它不是全部针对外面的事情 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心 跟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点很重要 所以耶稣就是要用这一段的祷告词 来帮助我们 调整我们的心 这是耶稣很大一个用意 主导文我刚刚讲 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 上半段跟下半段 上半段是讲有关神的 然后下半段是讲有关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这样子上下来分 第一句我们来看 我们在天上的父 请注意我们 不是我 是我们 所以说不是我一个人 不是你一个人 是我们 耶稣没有教我们说 我在天上的父 因为祂要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个群体 这太重要了 我们是一体的 你我 大家在一起 信徒是相通的 你我的心应该是相连的 因为我们在神的爱中被连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祷告我们 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从来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 是我们大家一起的事情 所以基督信仰 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信仰 基督信仰有个人跟神的关系 但是祂终究是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神的教会 我们是祂的肢体 我们都是一群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个父 父在旧约时期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为止 他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次数 非常少 就是称呼神为自己的父 只有七次 而且大多数是在诗篇里面 但是到了新约 然后等到耶稣出现了 耶稣把这个概念 大大的发挥出来之后 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称神为父 275次 从七次变成275次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称呼 神为我们的父呢 我们凭什么 因为祂创造了我们吗 那我们就说 我们在天上的造物主 创造主就好了 不是父啊 不是因为祂创造了我们 或者说不是只因为祂创造我们 能够称神为父 是因为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十字架的救恩带领我们 洗尽我们的罪 然后呢 让我们变成可以被神收养的儿女 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十字架 祂十字架的救恩 宝血所换回来的地位 我们可以称神为父 父神 完全是因为基督 只因为基督 所以我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 我们就可以都可以来称神 一声什么 你可以叫爸爸 天上的父 感谢主 所以这个第一句 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样 要让我们把我们的对象弄清楚 我们在祷告我们的对象是神 你不是在跟空气讲话 你不是在跟虚无缥缈的神明讲话 我们是在跟宇宙万物独一的主 我们的父神讲话 是那位圣父 圣子 圣灵当中的那位圣父 就是我们明确地祷告的对象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他是要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祷告的时候 常常犯一个错误 我刚刚已经列出我自己的一大堆错误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什么 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这基督常常容易犯的这个错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神他求你帮我解决这个 帮我解决那个 帮我安排那个 祝福我这个 祝福我那个 都是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祝福这个 说来说去怎么样 又是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还有一个缺点 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什么的 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处境上面 对不对 我们面临了某个难题 然后呢 这是我们要祷告的那件事情 我们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 然后 这是什么错误 你可能说黄牧师你想太多了 那我们不是有什么事情 然后就要带到神的面前 求祂帮我们解决 这有什么不对 我说这个没有不对 可是就像我 一月份的讲到那次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 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着他 有没有 我一直拿那个杯子说 哎呀神啊 这个啊 这个问题好大 这个问题好 你一直在看那个问题 你一直看你现在的处境 可是你从来没有抬头仰望神 那很可惜 因为你是在对神说话 你不是在对那件事情说话 你是要把事情带来给神面前 你总得仰望神吧 把对象 目光转向神 不是目光一直在那件事情 或是你现在的困境上面 那你就看不到神了 你看到拍照神 你怎么会看得到光明跟出路呢 对不对 所以要来仰望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来仰望他 把你心中的眼睛 打开向他 把你心中的那个头抬起来 仰望主 仰望我们天上的父 你要把你自己 祷告的时候 完全的带到神的 自己完全带到神的面前 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是来到父神的面前 然后完全的聚焦在他的身上 你要聚精会神的在他的身上 不是你的自己 或是你的事情上面 你可以学习像我很喜欢一首传统诗歌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们会唱 就是 当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我们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定睛在神的身上 在他的自圣慈容上面 然后你再把这件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把那件事情交托给他 所以抬头仰望主 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父神 来到我们的亲爸爸面前 我们可以多看他几眼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愿意聚焦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仰望他奇妙慈容的时候 你会真的发现 你跟神是可以面对面的 你会发现他是用脸光照你的 就跟诗篇里面一样 任彦华用脸光照你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然后你让他光照你 你会发现你的内心 有一些开始明显的变化 但我不是说这件事情 你心中有重担的这件事情 它不严重 我也不是说它不存在 你祷告它就自动会不见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当你被神光照 当你在神的至圣慈容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不会再让你传不过其来 它会让你感觉到恩典跟力量 因为你在神的这个荣耀大光中 你会发现神的荣耀 大过你所担心的这件事情 远远地打过 原本可能这件事情 你觉得乌云笼罩 你的人生 你的处境 都是被这件事情弄的负面情绪 就像乌云笼罩一样 但是在神的荣耀的光中 那个乌云会烟消云船 从你的心中被赶走 这是神的光 我们来到至圣的父神面前 祂愿意光照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那就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的心就得到 那个真实的平静跟安稳 然后我们的心也可以得到 天父上帝的医治 祂是爱我们的爸爸 祂会包裹好我们的伤口 这是爱我们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重点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在父神身上 第二句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我们先把重点放在圣这个字上面 神是神圣的 这是神的本质 圣的相反就是俗 神的本质 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 不像我们是凡夫俗子 神祂是超凡的 至高无上的 然后完全圣洁的 那这句话让我们怎么 能够谦卑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是凡夫俗子 神是至高无上圣洁的 我们就知道 我们跟神不是在同一个级别上 天差地远 而我们的发自内心的心愿 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神的名 被人尊为圣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不认识神的人 也都能够认知到这一点 因为这样的认知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也很乐意地分享出去 我们也很希望他都知道说 有这么一位神 祂是圣的 祂不是俗的 祂乐意地帮助我们 所以重点一样 是在神身上 我们要清楚知道 祂是圣的 然后我们也乐意把这样的福分 哎呀 真的多希望 多希望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 可以跟我们领受一样的福分 同样的重点 还是不在我们身上 在神的身上 这是第二句 对不对 再来是下一句 神的国已经降临了 弟兄姐妹 我应该说 耶稣基督 祂已经把天国带到地上来了 像种子一样 种在这个地上了 已经带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让祂的这个 国度继续不断的这个拓展 那所以我们要 让祂的国度拓展的话呢 就是要让祂的旨意 可以更多更多的行遍天下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也是神的旨意 所以愿你的国降临 然后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像在天上一样 就是祂的旨意 任何 你要想想看 任何祂的旨意 畅行无主的地方 就是天国 那个地方就是天国的领土 所以如果神的旨意 畅行在我们这当中 我们这里就是天国 天国的领土 如果畅行在你的心中 你的心就是天国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天国 你也要让天国 在你的心中的领土 不断地变大 如果天国在你的心中 是一个种子 那它会继续地长 那我们就赶快期待期待 浇灌浇灌 让它长 让神的旨意 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畅行无主 所以这句祷告呢 极为的重要 因为它要纠正我们 彻底地纠正我们 一些我们人的扭曲的地方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犯一个 非常愚蠢的一个 而且又对神 大不敬的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会跟神说 神啊求你怎么样呢 这件事情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呢 再那样那样那样 第二步是这样子 然后第三步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所以结果我要这样这样这样 这种祷告叫做什么 愿我的旨意实行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祷告 不是吗 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就在说 神啊这件事情 我剧本都写好 来丢给你 就照办就对了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彻底纠正这种观念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行在这件事上 像我身上 如同再像在天上一样 所以这个祷告 这句话很重要 让我们知道 主权在神 不是在我们 神决定 我们可以求 是可以求 但是成不成全 如何成全 什么时候成全 这是神的事 主权在他 不是照我们的剧本 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感谢主 所以重要的是 神啊 你要什么 不是我要什么 这是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在乎神的事情 胜过我们在乎 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叫做爱护神的心 所以有时候 我知道很不容易 就是说 我们在经历一些 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说 神为什么 会让这样的事情 这么倒霉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是有时候说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问我 我也不见得能够给你一个答案 我说有可能有很多答案 但是是哪个我不知道 甚至是我完全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人类既然不知道 我们来看看 耶稣他是怎么样做的 他在他那个最痛苦的时候 他说错的话 这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 那个晚上 最挣扎的那个晚上 他说 父啊 如果你愿意 就把这杯拿走 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旨意 这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是耶稣基督对父神的祷告 当然我们知道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祷告 但是它代表一个 完全的降伏在神面前的一颗心 愿我们也得着像主耶稣这样子的一颗心 完全的顺服在父神的面前 好 那我们前半段讲完了 前半段我们都聚焦在神的身上 后半段我们来看一下人应该怎么样 我们看第十一节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两千年前的人 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 没有像我们在北美现在这么好 就是我们很多人以前 他们是一天只有一餐的 然后呢 他们早上出去工作 然后下午傍晚的时候 就领那个工钱 然后就拿当天的工钱 然后就去买吃的 然后就可以为他的祈祥 就这样子 隔天日复一日 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如果这是有稳定的工作的人 还好可以这样子 没有稳定工作的人 他早上出去找工作 然后呢 有了 感谢主 没了 晚上没有东西拿回家 那以前呢 是很辛苦嘛 那不像我们现在物质这么丰富 对不对 像我们家里面 还可以有两个冰箱 我家以前有啦 现在没有 但是还有个冰柜 对不对 有那个freezer 对不对 哇 还可以囤很多凉 以前当然是没有这么好 那以前的 这个基本 我们知道以前的人很辛苦 连基本的民生问题 温饱都成问题 但是呢 耶稣呢 在这里 他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似乎在提醒这边的人 提醒这个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一段特殊 非常特殊的一段历史 是什么呢 有个特别的经历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对不对 然后还没进到这个迦南地 就是流奶云密 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在旷野里面 然后在旷野里面 有什么 大家记得吗 马纳 对不对 天降马纳下来 哇 每天都有 你不需要多拿 每天都有 你每天去拿 一天要吃的就够了 明天有新鲜的会出现 所以耶稣要来提醒人们说 不要担心 每天都够用 神会照顾你的基本的名声需要 这是耶稣要提醒我们的 不用担心 所以耶稣要我们对父神有信心 祂会照顾我们 因为我们是祂的孩子 祂会照顾我们身心灵的需要 都会照顾 所以就像你会尽可能照顾 你的孩子的大大小小的需要 神也会帮我们搞定这些需要 耶稣说不要担心 仰望福神 好 我们再看第十二节 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们需要再看一下 主祷文讲完之后 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这段祷告词之后 耶稣还说了一段话 我们看第十四跟第十五节 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 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哇 听了有点沉重 天哪 等一下 我不是已经重生蒙恩得救了吗 怎么会好像这两句话 听起来不像是这样子 那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就是说 我们先了解一下 饶恕在天国里面 其实天国应该是比地上 因为已经降临了 天国上下都有 天国是什么呢 饶恕在天国里面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你仔细想想看 我们都想要神来改变这个世界 这是大家的愿望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神改变人心 对不对 可是如果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饶恕这件事情 这一切都不可能 不可能 有饶恕才有救恩啊 因为救恩就是神的饶恕啊 那有救恩有饶恕才有什么 才有可能改变人心改变世界啊 那上周我们提到嘛 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那个罪性呢 那我们一遇到事情 我们就愤怒 我们就想要报仇 我们就想要看到那个人 有报应对不对 受到惩罚 那就会落入什么 冤冤相报 什么 何时了啊 那没完没了啊 那我们看到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很讨厌现在说 哎呀 治安不好 还是什么 打打杀杀不好 就是一直都是这种 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概念啊 这是恶性循环嘛 这历史的一个恶性循环啊 那我们要来打破这个循环啊 那要靠耶稣的方式 只有耶稣的方式 能够真正的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他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 救离我们脱离这个循环 他的方式是什么 他牺牲他自己 承担一切的罪跟那个惩罚 那个担子 那个罪债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选择饶恕 他愿意背这个黑锅 然后他来了饶恕 他不还急 他反而还替人还那个罪债 他选择饶恕 又饶恕又悲罪债 这是我们的神 这是耶稣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 他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 然后他选择了饶恕 他的仇敌 我们看路加福音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 这是耶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 他为下面那些 把他钉在上面的那些罗马士兵 他这样子向父神祷告 说父啊赦免他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子的饶恕 我们能够被父神饶恕 我知道要去饶恕那些深深的伤害过我们的人 非常的困难 是的 有时候我们光是想到那个人就气 就一肚子气 我们就一肚子牢骚 但是若是我们有一个深刻的经历 就是我们真实的深深的体会到神的那个赦免 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多的去体会 当我们这样深刻的体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怎么样呢 放下我们想要复仇的那个心态 或者看到对方想要受罚的那个心态 然后我们就愿意去饶恕 这些很特别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去饶恕别人的一个人 神当然希望饶恕可以充满在这个地上 在我们的人的这个心间 他先饶恕了我们 他给我们饶恕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去饶恕别人 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只要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去饶恕 虽然你做不到 但是你愿意 神会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好 那我们再看第十三节下一句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那这里我澄清一下 不是说神会把我们带进那个试探里面 然后我们在那边 拜托啊神啊求你放我一马 不要把我抓到这个试探里面 千万不要把我们捲入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神不会把我们抓放到这个试探里面 雅各书上面写得很清楚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一章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任何人 所以神不试探人 这个我们先弄清楚 魔鬼才试探人 我们是在求神保守我们 不要进到魔鬼的那个试探里面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太多的各种各样的试探 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说我们的孩子很可怜 因为活在一个最 讯息爆炸 在试探诱惑最多的人类历史以来 最多的一个年代 无所不在 这些试探诱惑 可能是什么 你想要去买一样 你很想要去买的东西 那也是一个诱惑 因为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你不需要 然后呢 或是你吃一样 你知道明明是不健康 你不该去吃的东西 还是某个你不该去上的这个网站 还是你在群里面 你很想写一句反击对方 叫堵住对方嘴巴的一句话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试探 对不对 或者是你在家里 就是小孩子惹你 然后你就很想吼他两句 对不对 我有这个试探 有些人会觉得 哎呀这些东西没什么嘛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东西嘛 但是这些东西 确确实实的影响了什么 我们自己的健康 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 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 然后呢 也影响到我们的 别人的心理健康 然后还有什么 也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 因为呢 耶稣他知道这些小东西 不要轻易的去 怎么说 放过他 不要去轻忽他 耶稣把这个脱离试探诱惑 放到这个祷告的这个重点事项里面 主导完一点都不长 可是他在这个里面 有他的绝对的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他知道这些试探能够带来一定的杀伤力 破坏力的 耶稣要告诉我们 远离这个试探 远离诱惑呢 就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过得胜的生活 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要轻忽这一点 耶稣希望我们一定要脱离那个恶者 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想要试探我们 我们在明的 他在暗的 那恶者 情况对我们很不利的 所以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 因为他很会伪装这个恶者 他让我们察觉不到 然后又他可以藉由很多看起来不大重要的这些小事情 让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啦 这小事 可是我告诉你 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一切的落入陷阱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大部分 很多东西什么 尤其像上瘾这种东西都是什么 先开始一次没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 有一就有二嘛 有二就有三嘛 然后就连滚 滚雪球就越滚越大 就无法自拔了 对不对 我们就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说 远离试探远离诱惑 我们要用祷告 耶稣在这里叫我们用祷告来兼顾我们自己的心 父神也会兼顾我们的心 好 那我这样子一节一节的把主导文给说明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主导文 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今年大年出山的时候呢 我这个 我记得是星期一没错 那星期一都是我休假的这个日子 那就是我的 你们是过Sunday Saturday 我是过Monday 那我想说 我煮一个特别一点的东西 难得我心血来潮 所以我就在YouTube上面 哇我看到一个食谱很棒 港式咖喱牛腩锅 我说 赞 然后呢 我就想到说 对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去港式餐厅都会点这一道 然后呢 但是我就问我老婆小孩 我说这一道好吗 他们说都没吃过 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我就更想自己说说看 让我老婆小孩尝尝看 所以呢 我就非常的认真的研究那个食谱 那个YouTube Video 我看了很多遍 然后呢 我就真的很认真的造那个食谱 然后我自己调配了 用十二三种这个香料 调配出我自己的那个咖喱粉 我第一次自己调配咖喱粉 以前都买现成的很方便嘛 咖喱糕咖喱粉咖喱块都有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超认真的 把那个食谱里面的细节 统统弄清楚 比如说他说 你一定要用砂锅 不然就是用粟铁锅 那我就真的就是用粟铁锅 我没有偷懒 我就乖乖地用粟铁锅 然后那个视频呢 有一些片段 我看了大概快十五次 我超认真的 然后那个YouTube里面的那个厨师 他就再三地叮咛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各位你一定要放 二十四小时以上 他说不要偷吃 不要刚好那个 因为先炖那个肉 要三个小时左右 那你炖好的时候 你要静置它二十四小时 你千万不要那个炖好的时候 就偷吃 那我不献血 我就去偷吃 然后呢 我偷吃的时候呢 唉 真的没味道 虽然已经煮了三个小时 真的没味道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 这个时候我就学乖了 我放两天 我放四十八小时 哇塞 味道完全不一样 有够入味的 入味多了 啊 就这样啊 花了这么多时间 还好没有白足 那天你知道吗 我原本那天下午 我想说我花两个半小时就好 结果花了我六个小时 因为工好细 香港人真的是工太细了 真佩服香港人 真佩服香港人 但是我想说 好啦认了拼了 慢工出细活 我就跟他耗到底 就真的照做 那后来还好我等了四十八个小时 然后甚至我还要多做一点 所以有个是第三天再次 哇他又更入味了 棒 弟兄姐妹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基督的味道 基督的心香 我们要入味的话 那重点就是我们要浸泡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沉浸在祂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沉浸在祂的同在里面 让我们里外都是基督 我们被基督整个充满 那一定有祂的味道 一定有祂的心香 不是吗 我们常常在祂里面 祂也常常在我们里面 应该说无时无刻的都在我们里面 祂的话 在祂的同在里面 我们自然就越来越有基督的味道了 我们就变得超入味的 主导文 今天的主导文 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状态 就是要让我们进入这种跟神的关系 非常入味 非常有味道的关系 甜美的关系 神要用这样的祷告来塑造我们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把主导文背下来 然后我鼓励大家在家里每天慢慢的读 把它边读边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 你要清楚知道你来到的是 宇宙万物的父神面前 父神的宝座前 你可以坦然的无惧来 享受父神的慈爱 我们今天的话 我的结束祷告我们稍微特别一点 我们就用主导文 我用的是马丁路德 他分享的一个用主导文祈祷的方式 我会念每一小段 但是每一小段 我会把我心中的祷告 我对那小段 神给我的那个意义 我把它祷告出来 我会很慢的读 那我带领大家做这样的祷告 把整个祷告文 当作我们的大家群体的祷告 祷告完 然后最后呢 等我祷告完之后 我们大家在一起 同声的 就是我们大家开口的 来把祷告文 一起化作我们群体的祷告 你可以祷告心意本 你可以祷告何何本 你可以祷告什么本 都没有关系 但是最后就是我们同声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慈爱的阿爸父 你是至高的神 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的心仰望你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永在的父 你的宝座永远建立 你的国度永远长存 我们全心全能 降伏在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爱我们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你把我们抱在你自己的手心上 你珍惜我们 你是慈爱的父亲 像那浪子比喻里面的慈父 你远远远 你远远望着我们 你上前来抱住我们 你紧紧亲吻我们 你把上好的袍子给我们 你把金戒指 为我们戴上 你又给我们上好的鞋子 又为我们宰杀非牛肚 谢谢父神 你把一切的祝福美好 乐意的赏赐给我们 天天的等着我们来支取 感谢赞美你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父神我们可慕你的名 我们爱慕你的名 你的名是多么的美好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来称呼 让我们可以来遵从你 主啊我们也深愿 世人都来认识你 来遵从你的名 因为你的名是圣的 你至圣至尊至高无上 我们敬拜赞美你 愿你的果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慈爱的父神 我们以你的旨意 为我们的旨意 因为你的旨意 高过我们的旨意 是的主 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就以你的意念 为我们的意念 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主啊我们以你的是非为是非 以你的价值为价值 神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旨意实行在这个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掌权 愿你的荣美更多彰显在这个世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谢谢主 你是我们的牧者 在你里面 我们必不知缺乏 我们从来不会缺乏 因为你照顾我们 你给了我们 你把自己赏赐给我们 你也眷顾我们的身心灵 你也给了我们彼此 谢谢主 你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谢谢主 谢谢主你的赦罪之恩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都是蒙你的大恩 我们蒙受你这样的恩典 像我们这样的罪人 主啊 你没有照我们应得的刑罚 刑罚我们 而是我们荣耀的主 在十字架上 用宝血的重架 卖输了我们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我们得了你这赦罪之恩 我们一生一世 都来相信 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也深愿你激励我们的心 主啊 改变我们的心 让我们成为一个饶恕的人 让我们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 我们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赦免那一切冒犯我们的人 我们愿意与人和好 因为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 一切的仇恨的墙 我们就仰望你 愿你做我们的宗宝 也做我们与人的宗宝 感谢你 救我们脱离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谢谢主 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草场上的羊 是你把我们赐给了我们荣耀的主耶稣 有祂做我们的大牧者 有祢做我们的父神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祢的身边夺去 我们蒙你的保守 蒙你的护卫 我们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同声地用主道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